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武汉到东莞已经摇摇晃晃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不是我们想做这个是武汉到东莞只有绿皮活动 而且出武汉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去做核酸检测 对一定要做核酸检测 所以说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安全 就是说我们今天去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有多神秘已经被封边给剧透了 我们只知道是一个1比1的手办 对只知道是一个1比1手办 但是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非常的期待对吧 所以说这次不光是我们俩 还有我们的摄影师 还有我们摄影师来镜头前打一下招呼 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 所以说且看且珍惜 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的 接下来的内容 我们下车再见 好吧 OK 我们经过14个小时的火车 终于是到地方了 我们现在已经安顿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类似厂房的地方 看封面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就是哨前等笔的K2手办 K2 对非常的期待 之前有看过他们家小秉的 但是现在我们将看到等笔的 之前去年WF了 也看过他们家的等笔的八重音 效果非常爆炸 也是非常期待 确实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封面已经看到是什么样子了 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没有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我已经很期待了 我已经很期待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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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不多说 你们先聊 你们先聊 这就走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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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了幸福的声音 摸一下摸一下 哦 耶 这是我们节目第一次 如此进军的观察一个等笔的手办 看花叔叔 请不吝点赞召变 现在映入脸前的 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少女前线三周年 女幅版《驯风缘舞曲》 K2 明明前夜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说实话 跟我们平时在会场上面 看这种1比1的模型 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近距离的观看 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细节 就比如说上面这种闪粉 对于我来说 可以就是相当的华丽了 看这种造型 特别是说这种ipex拖延 他们喜欢做这种 1比1的加大力度 不要停下来 是吧 现在就是逆绘跟 真正的原型在一起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接近的 特别是这个大长腿 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涂装 虽然看起来比较娇小 但是我觉得 你跟我对比一下 我觉得站起来 我觉得它站起来应该是跟我 差不多高了 我有这种感觉吧 这一次也是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这款K2的设计总监 和原型总监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就来对它进行一些简单的采访 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款K2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有请到了这一次K2的原型总监 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这边是APEX制作部的负责人 我叫凯修 那这一次呢 我是带来了几个简单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是 我作为一个玩家特别好奇的 就是这一次这个K2 是吧 一般跟我们就是 它这个做1比1的这个手办 我们看手办 它这个难点有哪些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跟我们平常 这个玩家摆在桌面上那种 比例的那种 1比7 1比8那种手办 它在制作上面有什么不同 区别在哪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的话就是说造型方面 我们和小的手办是一样的 整个制作流程 但是相对于小的东西来说 第二点就是大的结构 这个上面 1比1的东西会考虑到更多的东西 那就是什么呢 沉重物理方面的材质方面的这些东西 因为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你别看它感觉很轻 其实单个零件算下来的话 小的可能20多斤 大的可能40多斤 20多斤 整个人物坐下来大概400多斤左右 400多斤 对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 你就会考虑到很多东西 这些从下面到上部 这些东西是否能够承受上面整个的重量 对 还有一些特别长的 像您看到后面的飘带这些东西 它是怎么样 这么长 它不会断掉 不会断掉 因为它有一个制重 制重 对 你要让它承受这么长 重量要让它飘起来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看这个桌子腿是这样子 对 这是椅子腿 它要承受这么重 对 正好我这里有一个测试键 因为我们在制作这个成品之前 我们会做一个测试样板 这个测试样板的话 也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拆解的结构 大概是这样的 会分三个部分 对 就光这一个 对 ABC A和C的话是外观部分 中间这一块它是受力部分 这块 对 这一块是钢筋的 钢筋 对 对 400斤 我们整个这个做下来的话测试键看到是这样拆解 但最终的话 你们看到的这个实物它是一体成型的 也就是说什么两种材料一体成型 最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样子 对 就是在某些零件上面 我们要尽量去减轻它的重点 在某些受力点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要考虑增加它的这个重点 中心 对 在前期会考虑有很多 我现在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东西 有两个我那么重 一般呢 在这个叫圆形式啊 我想问一下你个人觉得 就是说对于制作一款这个等身的这种手办 还是这个比例手办 哪个会让你觉得更加刺激 或者是更有挑战 那这个当然是做一比一的可能更有挑战的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八九年了 就是说小东西我们做了很多 但是像这样一比一的东西 之前做的很少 包括国内也会很少 在整个制作这个大东西的时候 你会考虑到很多就是小东西考虑不到的东西 这是对自己一种挑战吧 挑战物理学 挑战一些新材料 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就基本上是什么呢 我们在挑战一个传统工艺和一个新的工艺之间的结合 是 是 是 我看现在市面上 从之前那个八重音到这一款 是吧 就是国内像这一块这个等身手办 还是非常抓眼球的吧 可以这么说 我们每做一款一比一的东西 我们都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目前你们看到这一款K2的话 最难点就在于这个整个背后这块透明的飘带这一块 这里可以介绍 简单介绍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么大一块飘带透明材料 是很容易碎掉的 因为透明的材料里面不能掺杂任何加固性的材料 比方说玻璃纤维这种东西 一旦你掺到这个料里面以后 它会变成了半透明 或者是说里面有些看到的奇怪的杂质吧 没那么通通 对 我就要让它很透 然后又要让它韧性好 这一点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就可能是说这一块对于这款K2来说 这是一个大难点 对 后面这些飘带 除外出开这个小的这一块的话 后面你看到每一块 基本上我们称重大概是40到60斤左右 40到60斤 对 单支 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重 但实际上它很沉 它也算是相当一个支撑点这种 对 对 对 我还是猜对了 那就是就目前国内来说 像ipex Story 它做这种等笔的这种等身手 做的比较多 玩家依然很深刻 有没有说可能是说 这个东西以后未来可以面向这种玩家群体 这个方便透露一下这个招架 实际上就是说 目前来看的话 公司每一年我们都会把等身手办这个东西 列为特殊项目去处理 目的是这样的 第一我们会去突破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材料 然后目的二呢 我们也是在支离于在看1比1这个东西 是否能够降低成本 让广大消费者能接受 关于造价方面的话 我会这么样去解释 就是说我们开发这样一个项目 会分为前端 中端 后端 前端的话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会做一个小型的手办 这个呢是我们在研发一个造型 高型的 对 中端这个时期 我们会去做一些数据上的测算 包括一些受力啊 这些的结构拆解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前端和中端 大概研发下来的话 单个项目我们会差不多在10万左右 就光研发 对 光研发 对 到了后期 我们大比例的成品成型吧 可以说是根据每个项目不一样 看复杂难易程度的话 大概是在几十万到大几十万左右 反正就几十万 对对对 就不是我这种从古老百姓消费的情 当然这只是做一个的 只是做一个 对 造假 那像这种我当然看第一眼很信动 这个有没有说白嫖这一所 可以啊 你女装我送你一个 怎么样 那么经过简单的这一番采访 相信屏幕前的各位 对这种等身手办 它的这个幕后 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交给虾米了 刚才进到花师傅 来再介绍一下这个圆形 那手办另一半 灵魂的就是土装了 我们也是邀请到我们的土装总监 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APEX的土装总监陆 欢迎跟大家见面 我这里呢也是准备了一些问题啊 替广大网友小问一下 就是这么大等笔 之前有说过用到了不同的材料 那跟就是小比例的模型 就是上色会有哪些区别 它的难点大概在哪些地方 那其实 大家一看这个作品呢 就一目了然了 因为是等笔的 基本是一比一等身大小 那从涂装的覆盖面积 因为一般我们用模型喷比的话 它的覆盖面积只有很小的一块范围 但是在涂这么大的一个作品的话 我们肯定需要用更大口径的喷比去涂 那么在这么大面积的情况下 可以把颜色涂得很均匀 又有层次感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那这个等身 我一看到这个大长腿就在想 你当时有没有种想法 就是直接掏上一个真正的丝案 或者是酷案上去来体现这种 确实是 一开始我们是有这个想法的 因为它毕竟是等身大小嘛 那我们考虑到 如果你想做到最好的一个展现效果的话 肯定还是用真正的丝袜去套上去 会效果更好 但是在我们实验后 也是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真正丝袜套上去以后 会发现丝袜在膝盖的折叠处的位置的话 在内侧会留下一个不自然的一个拉扯感 那个是跟你腿上丝袜这种效果是完全做不到 所以也是相当于一个做出一个取舍吧 最后我决定还是用传统方法来制作这一款 但是我觉得最终呈现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这一款丝袜实际上最后在我们真正上色的时候 大概经历了应该有20多层的逐层的涂装上色 才能做到一个相对更接近真实丝袜的那种透明质感 从最后结果来看吧 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比较新眼球 就是这个白纱的一个部分 非常漂亮 有点点淡粉色和bling bling的感觉 但是跟力慧和游戏中有些许的出入是大概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 实际上我们最开始在把原作的力慧放大到很大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它这种杀群的上面原画画了一些 就是那种类似于星星闪光颜王特效 但是做成实物的话肯定是无法怀孕到那种效果 我们就考虑用一种替代方法 既可以保留到那种闪闪发光效果 又不会破坏到整体的美感 大家如果看到实物的话就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是用了两种不同的尺寸和规格的颜色的杀粉来做 一种是比较细的杀粉 一种是稍微亮一点更大片的杀粉 无论从极近的距离看还是从相对远的距离看 都能感受到这种裙扇上这种皮卡皮卡的这种闪亮的感觉 一般我们做传统的一比七一比八这种小比例的手办的时候 在工厂量产的时候是直接印在零件表面是一体的 但是我们这次做这个K2稍微变化了一点 因为做到一比一这个大小 如果你还是按照小比例的手办去制作 可能眼神看起来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神 所以我们这做的时候也整个把里边的眼球 单独作为独立零件分出来 同时中间的瞳孔部分又做了第二次的独立分件 这样最后做出来总体拼在一起 看起来的总体效果呢 让大家看着可能会眼神更有神一点 给人的互动感会更好一点 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图长总体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介绍 之后我们也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场手办的一些详细的信息啦 听完前面的两段采访 相信大家对于一比一等身比例的手办会有个大概的了解 其实之前圈内已经出现过不少等身或者是半身的手办 像一比一纳姆雷姆夹道会 包括ipex store一自家的八成印 大多数玩家都是在网上看看多个照片 但当这种等笔模型站在你面前 他所带来的感官是完全不同的 这次KR如果没有猜错 在今年十月上海WF上估计可以看到食物 给有兴趣的玩家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感受感受 毕竟人类天生就对大的东西抱着崇拜和信仰 所以说无论机甲也好 美上驴也罢 但凡是他达到了一定境界 都会让你探望观止 诶 别乱放 我说的是台上一比一都要说高达你想什么了 这次的KR作为美上驴等身手办 比目前的女士有着怎样的感受 是KR突破次元币来到的现实世界 而是更像是自己去到了阿次元的感觉 牵着打一吼着扣二 当然这个时候肯定有人看到等身 就会冒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祝你下面奉全一句 死了这条心吧 在之前的节目中呢 我们为大家见面了常规平定手办的制作过程 以及幕后 还没有看到小伙伴可以出这期节目 而这次的等笔手办 我们又发现了他与常规手办在制作工艺上有着怎样的不同 是不是觉得自己玩家的知识又增长了呢 就像我之前讲到的 国内在原创IP以及自主研发的产品领域已经逐渐成型 相信日后各厂商呢 可以给玩家带来更多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体验 那好了 这期的下面大魔王就是这些 祝你啊 也是预告一波 我们又成功打入了另外一家工厂 那这次啊 就是男人的浪漫 不能成天光顾着看美少女吗 接下来咱就应可一波 好了 如果觉得我节目内容还不错 记得意见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小虾米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